这都是我自己的做法 跟书上写的都不一样 因为书上写的我觉得太啰嗦了 很多东西真的可以 怎么需要写这么多呢 明明就是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可以写的洋洋沙沙 写的 甚至一个章节来介绍ADO都可以 甚至一本书介绍ADO可不很可能 Seqo也可以写一整本书 只是说我觉得 没有人在把 就是没有人在背字典的吧 你需要的时候你在看嘛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怎么查字典 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发现 很多人在学习程式的时候 观念有点不太对 他们几乎就是用 整本背那个词典 比如乘语词典 你有些东西其实不用 你大概知道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程式可能需要学的 反而是你要知道 怎么查到你要的东西 还蛮重要的 还有呢 可能还是需要留下自己的范本 另外可能最好要有自己一套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你做起来就会很顺手 不然的话你很多人就到处参考 可能Google来Google去 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 结果最后你也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因为解决的方法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种 没错真的就有这么多种 但哪一种最好 其实我自己觉得最就是用的顺的都是好方法 所以我的原则是第一个程式越少越好 第二个越直接越好 那我就用那种方法来写程式 掌握要诀 比如说为什么要用ADO跟SEEGOL 因为这最简单 OK那没有别 那如果你要用复杂的方法也可以 程式可以写一堆 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 再来呢如果我希望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我可以把这些1234填完之后 他先帮我产生这个 再帮我把资料写到这边 我先demo给各位看 基本上就是假设我们填资料 比如说填那个5 假设5XX 这样子 然后Enter它会下一笔 如果你拖拉的时候按照顺序 Tab它理论上按Enter它会换下一个 然后升高就填一下 Enter然后体重的话就填一下 Enter然后上下键可以填一下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你就按一个确定 它会先产生这一个 再输入这一个 两个动作 OK按确定给我看一下 完成 基本上程式会很多吗 其实不会 第一个呢 其实只要这个东西 其实只要呼叫 刚刚我们制定函数就可以了 制定函数呢 你可以把它返还的结果丢到哪里 丢到这个 这个物件 这个label就是买一嘛 所以这名称叫买一里面就可以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 我把这五个东西 第一个可能会需要知道就是 向下追踪 追踪什么呢 追踪它现在最下面一列在哪一列 刚刚第八列 那你必须怎么样呢 到第九列嘛 所以必须追踪到加一嘛 对不对 把那个追踪到的那个列加一 然后它的b栏 就sales 假设我追踪到加一是r的话 r列的b栏放什么 放这一个 然后呢 c栏放这个 放这个 这个叫买a嘛 点test 买b点test 买c点test 那所以呢 有点像把东西搬过去 后面的东西搬到前面去 后面的东西搬到前面去 那结果就完成了 程式如何撰写真的没有非常多 就那么几行 我们来看一下 一程式如何撰写 请你在这上面点两下 它会产生一个b1 因为名称叫b1 底线click指的是事件 意思就是当 那个b1被click的时候 那我们大概就两件事 第一个 我们刚刚不是有写个标准体重函数 那个标准体重函数除了说呢 你可以在这边被执行之外 这边我们刚刚不是有个插入函数 可以从这边执行之外 你也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 在哪边呢 在表单里面执行 那表单里面如何执行 其实基本上呢 就直接 前面是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我们那个表单里面的这里 这个叫my e 那它 里面的资料就是caption 特别说它的属性叫.caption 跟这个文字不一样 文字是.test 这个叫.caption 这个可能比较不一样 其他大概都差不多 标准体重函数 前刮壶 这个时候他会问你身高 身高在哪里 身高就是他输入的my 第几个呢 第2个 这什么呢 my b 所以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告诉他说 你资料在my b里面 你自己去找他my b 其实我习惯会打小写 为什么 因为 如果打小写一开 他一定会变大写 如果没变大写 那表示打错了 点test 其实也可以度过点 点test 有没有 点test是里面的资料 那你去里面找找看 那个身高在这里 所以他就会去身高里面 帮你把资料 抓过来之后 计算完毕之后 把结果return到 这边里面 OK这个还蛮好用的 所以以后 假如你在表单里面 要做很多事情 你可以 需要 需要产生东西 你就写一个 制定函数 以后他自动就丢进去就好了 所以制定函数不是只能在什么 在这个Excel里面用 在表单里面一样非常好用 所以你会发现一行就搞定了 第2个的话就是 再来怎么样 我已经有那个标准体重显示了 第二件事将结果显示在最后一列 最后一列我一直强调 就是用追踪的 所以从B2向下追踪到的列 加1 为什么加1 因为我要在9再往下 不然的话他就又盖过去了 所以把这个追踪到的值 先丢到哪里 丢到R 所以R是一个变数 是用来存什么 存目前应该输入到哪一列 假设第9加1不就第10 那我就把后面的东西丢给前面 有没有 我刚刚不是有讲吗 表单里面的东西就是后面的 后面的东西丢到前面去 那这边当然你可以写23456 同样你也可以写成这样 B 有没有 C 不过因为之前可能 偷懒 就是 当然你写这样会比较清楚 可是写23456也可以 BCD 有没有 就是指的是 那个B栏里就是 姓名 这个是买A是姓名 是放B栏的 第R列 第R列 这个R的词会变动 C D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E E之类推 这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那程式基本上 并不会太复杂了 所以你会发现 大概就这些 他就分别把资料丢过来 应该很好理解吧 不过呢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需要 防呆的地方 所以防呆就是说 当你输入完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 他的那个 这些里面都没输入 直接按确定 那如果你没有防呆的话 那完蛋了 怎么样 这样资料就会输入错误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什么 防止 他完全没输入 那怎么样能够完全 防止他完全没输入呢 你就要做一个逻辑 判断 判断什么呢 防呆的部分 那所以防呆部分 我在这边有加哦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往下看一下 防呆的部分 防止资料错误 就是全部的资料 判断一下 如果 A.test 不等于 等于空的 等于空的表示说 里面没输入 或者是 B C D 其中 就其中一个没输入的话 那你就 Meshbox 跟他讲说 请务必要输入资料哦 然后呢 就 is it sub 不能往下走 到这边就跳离了 那所以这个可以 假设我们刚刚没有防呆的话 你直接按确定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刚刚你看 刚刚如果把他执行的话 按确定 他一定什么 形态不符 真错 他会卡在哪一个呢 卡在这里 因为你呼叫方权的时候呢 里面给他空的 那空的他后来后面就没办法 因为空的他就没办法计算了 这里应该给个数字 结果你确给他一个空字串 所以会出现那个错误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直接把那 你可以先怎么办 把防呆机制 就那几行 也许你可以贴上去 那尽量还是自己打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做这个防呆的话 那你执行 你按确定 请输入资料 有没有 就加一个保险 这个一定要做 如果你没做这些事情的话 以后呢 使用者一定会常常来找你 因为他一定会 很多人真的 他根本不管 就随便都按按看嘛 所以如果说你这些都防止了 那你这个系统就坚若磐石 就会非常稳定 你再怎么玩就玩不坏掉 所以要能够让他玩不坏掉 功能尽量简单 不要太复杂 第二个的话 你要把所有可能他会犯的错误 先想到 然后不要太多的功能 什么功能都有的话 那反而会容易造成错误 好 所以越简单越好 就跟那个现在汽车一样嘛 车子一堆都电子化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那当然越简单越好 可是现在人 还是喜欢复杂的 就像手机一样嘛 Nokia这很坚固嘛 摔都摔不快 可是你说送你用 你都不会用 因为你还是喜欢复杂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没办法 不可逆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还有几个啦 假如他有输入了 可是他输入的不是数字的话 或者数字呢 是区间不正确 那你当然也要判断 不过我大概取几个可能的 防呆机制哦 第一个是没有输入 第二个是那个这个是个别的 个别如果你是输入姓名的话 还有输入呢 非数字 防止非数字 非数字的话就是 It's number It's numeric 这个比如说B跟C 一定要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那个什么数字 比如说我今天 假设身高体重 你不能输入一个什么 很奇怪的数字 那比如说我执行 假如说一样 某某某 然后身高我输入什么 会有人输入什么 180 180这样 会不会有人这样做 应该也是会有人 180 然后呢 50公斤 这样 逻辑上也是正确的啊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办呢 你就应该要防止他做这种傻事啦 对不对 而且你要跟他讲说 所以这个地方呢 当然你现在按确定 会怎么样 还是挂掉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资料不符 哪里不符呢 身高180 100 这个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防止 那什么防 就我刚刚讲的 防呆 第二个防呆 当然防呆机制很多啦 我只是举例子 还有很多就是 你可以把 这个 这个防呆这一串 底下这个防呆 用来什么呢 判断说他输入的资料 是不是一个数字 在VBA里面是不是一个数字就是这个 It's numeric 那写法的话其实也不用背啦 你就打一个VBA点的嘛 打一个IS就出来了 IS IS开头就是都是判断的 是不是一个数字的话就这里 是不是一个日期这边也有 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你就钱瓜胡 告诉他说呢 你帮我把那个买B里面的文字 帮我把它抓出来 判断一下呢 是不是一个数字 然后呢 不等于True 不是的话就不是True 不等于 不等于True 其实不等于True就是什么 等于Force 反正逻辑 看怎么转 我刚刚写什么 我忘记 我是写不等于True 还是什么 对不等于True 不等于True就是不是的意思 不过我同学说 老师你这样写我看不懂 那你可以改成等于Force 可不可以 这种写法有的时候 你写你习惯的方法都OK 然后买C 这两个都不是的话 那就是会产生错 所以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如果我加这个的话 那当然假设刚刚那个180 假设 或者我输入的是AA 假设这样的一个一个值好了 那他怎么样 他一定也会按确定 有没有 请输入正确的数字 他会怎么样 帮你游标再放在这里 set focus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主要是防呆机制 那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呢 我有把刚刚讲的 如何把那两件事 标准你用算完之后 再把资料填上去 第二个是 去想想想看 有没有可能 如果使用者 没有做什么事 会造成错 或者他做什么事 会造成错 你可能都要把那些 把它列在这上面 那并且 最好是加个注解 我这边是用那个防止 什么 12 其实这是个 C 你可以把它加在这上面 然后理论上的话 你可以前面加个注解 单引号一下 全部 这个是姓名的个别 或是姓名个别 好像在上面全部是有重复的 所以你可以 假如说你要个别的姓名判断的话 那你可以 就是针对姓名的部分 这个可以拿掉 就是上面是针对姓名个别的 这个是针对资料的 ok 这样可以颠倒 所以基本上 干脆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 那当然呢 除了这三个之外 还有更多 请各位自己再去想想看 因为 以后撰写程式的 大概的 顺序 基本上大概就这样 先把正常的情况先做出来 再把上面增加一些什么 防呆机制 那你这个程式 基本上写完就很坚固耐用 永远不会找你麻烦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所以刚刚我们主要 是针对那个 新增资料 第二个逻辑 去做 说明 那程式部分的话呢 我也有把它放在云端上 所以请各位试自己再把它转一下 我那个顺序稍微颠倒一下 我再把它重贴一下 如果这个部分 给各位参考 如果这个部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